六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只是和大家一起大肆批评一下政府 某机构或者某人对某次处理得不好 大家发誓一番就算 我们希望能够深入讨论问题的根源 了解问题的锣笼去蜜 提出一些具体性的解决方法 以及建议我们每个人 其实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令到这个问题真正解决呢? 简单来说 如果你是那位负责人 在当时的处境之下 你如何处理那件事呢? 好了 那我们今晚这个题目呢 其实可以说是大概发生了两个星期之前的了 那就是关于消费者委员会 他们有个月刊的报导 那今次呢 他就抽出了那个南梅产品 那他们就声称呢 他说呢 南梅产品是没有什么科学根据可以护眼的 那他重置是大字标题 这个是那个香港经济日报 他说服薄血软者容易中风 这个是大字标题的 就是南梅产品 服薄血软者容易中风 那就是可能 就是可能暗示 就是你吃这个南梅产品 如果同时你是用着薄血软 那你的攻击机会是会高一点 那我都 好像不是暗示了 直接有个教授 直接这么说 是啊 那我真的很想知道 那有些什么科学文献呢 是有说到这个东西呢 就是吃着南梅产品的人 又同时服用薄血软 他真的那个中风机会是高了呢 就是我都很想知道 就是既然大家在讲科学的话 那这个大字标题这么说呢 那应该是有些科学的根据 他才可以说这个话 但是譬如 如果我知道 譬如你吃着薄血软 薄血的药 是的 他的药那里一定会有张单 就写明有些什么什么 就不可以同时吃 是 就是我又没见过 有张这样的 就是在他的药单里面 有些这样的东西说出来 就是说南梅那时候就不好吃 会令到你这个中风机会高一点 比如有些什么人会不好吃 或者是有些什么东西 不可以一起吃 你做药的时候 你一定会做得很清楚 好了 那这位教授 你说这位是一个教授 那他就 他就 他经常在那里这么说 嗯 是吧 就是说他 可能会引起什么 OK 就是说如果有慢性病 最好说是 糖尿病和高血压 那又可能引致 昏迷病发 可能 整天都是有可能的 你知道那些犯罪 用是要注意一下 这个就是南梅里面有的那个花青素 会影响血液的凝固的能力 正在服用薄血药的 好像Wolfarin这类 还有他说可能降低血压 正在服用血压 降血压的人 应该是先 咨询医生的意见 那第三 就是可能 降血糖 那正在服用那个血糖药的病人 也都应该先要咨询医生的意见 那么他说呢 那个南梅補充剂 可能有自卸的副作用 那么消费者购买之前 也都应该咨询社区药制师的专业意见 和服用的禁忌等 那第四 他说很多蔬果都含有花青素 消费者只要保持均衡饮食 便可以吸取足够的营养 那目前没有科学根据显示 服用以果状提出的物製 的制成品的健康产品 教天然水果教好或者教差 立即看看这个 就是他背后那个 第一 我也很想知道 就是他所提出来的这个警告 有什么科学根据呢 他没有说 没有追求 他说没有 那他根据什么呢 就是现在讲科学 大家一起讲科学 是吧 那他就很声称这件事 那还有一件事 他说可能会降低血压 那这样 就叫你服用降血压药物的人 要先咨询医生的意见 那就是他承不承认他可能降低血压 就是说 那你本来的血压就高 那你吃了血压药呢 就降低它 那如果跟他说 吃完那些辣妹的产品 就再降低一点 那才会怎么样 没有 没有 我马上买一瓶 不要客气 吃就行了 不用再吃肉 那他一方面 就不肯说 南妹的产品 是没有符合根据 但一方面 他说的东西 就已经承认 南妹是可以有这些作用 对吧 你看看 香港人的 邏輯性 这些香港毕业的人 大部分应该是 不知道他在外国读书 我不知道 写这篇文章的人 一方面 就不肯说 你没有符合根据 一方面 就假设很多东西 他可能做到 即是你承认他有符合根据 他现在是帮他 证明南妹是有他所说的功效 对 就是你本来就是想 这篇文章就证明 南妹不是真的有这些效 但现在倒转了 就证明 你自己证明 他是有这样的效果 Self Approved Self Approved Self Approved 是吧 即是 这件事我相信 香港为什么会那么糟 那么糟 为什么超快者委员会 是那么危险的一个机构 即是他说的话 即是那些人写这些文章的逻辑 真是吓死人 是吧 即是一头你就说 他没有帮我根据他做到这件事 那头你已经承认他有这样的 而且我知道血压那里 是 因为通常喝这些 因为我自己也喝 但我不是喝南妹 我喝Cherry 是 我知道他 通常喝 你喝有限 一瓶 一公升都没有 你喝多少 你不会喝一整瓶 这样喝下去 喝很少 那量少到根本 不会影响你的血压 那他也说 他说 第五点 他说 很多蔬果都含有花青素 即是蓝莓所含的花青素 他说很多例 就是其他食物 例如车莓子 刚才所说 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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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提子 番薯 这不是蓝莓才独有的 如果你这样说 那些食物都挺危险的 如果你是有血压高的人 那应该是普通的自然的生果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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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桂的生果 那他将它 拿些抽籽液 就是有些产品 他说 那些 就是他认为 他没有说 他说 吃这些制成健康产品 没有任何资料 是他会比水果更加好 或者更加差 那我相信 我不知道他那些产品里面 有没有说 这个会比蓝莓水果更加好 他应该没有说 那这些题 这些是什么意思 是吧 既然你觉得那样东西是有这样的 做到这样的效果 那你自己的承认是有这些效果 是吧 那你才叫别人禁忌 如果你都觉得没有这些效果 你为什么说这些这样的说话 就是你可以看到 真的 唉 我不知道 就是 唉 香港人看不看到这个背后的矛盾 好了 那他 亦都说的一件事 那就是 其实大家如果用对蓝莓的产品的形式 看过什么资料都看到的 那其实他早期呢 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呢 就说呢 全文的而已 那就说呢 有些英国的空军飞行员呢 在夜间出动呢 去军飞行员是 德国啊 那他呢 就 就想提高他夜市的能力呢 那他就吃很多些辣莓果酱的 那好了 那有个中大的眼科和事学学科系教授 他说呢 他说呢 有研究人员呢 是反查过英国空军档案时呢 就说没有这个纪录 那当然没有啦 哈哈哈 哈哈哈 就是你在军事党 有没有记录一个飞行员 一天吃了几个茶 每三分之 你有没有记录到有人喝茶 哈哈哈 喝咖啡提神啊 咖啡可能 有没有什么记录呢 有没有什么记录呢 航海记录有没有记录一些人喝茶的呢 是 喝福特加就会的 有记录有没有喝酒 我真的挺有趣的 就是这些这样的逻辑 那又怎样呢 他没有记录去查不到 那英国空军档案是 相信是很多的 还有应该保密的 未必你可以查到 那他说究竟哪些人去查查过什么呢 有研究人员去查 这个很明显不是这个大学教授自己去查 他就说别人去查查不到 那他就说 没有人说过 这个传闻是虚 虚疑的 没有这件事的 那跟着另外一个故事 又是传说 历次世界大战期间 那美国和德国在欧洲战场打仗 其中一位美军迷失了 那我结果肚饿了 就看到有什么吃 就坐来吃 也有很多野果冲击 那之后呢 发现之间 他晚上的势力改善了 那摩克成功归队 那些军队就很奇怪 就是 原来考证 原来他发现他吃那些野果 其实原来是男妹 但是我相信这个故事一定是假的 那为什么呢 我告诉你 因为 根据所有接受军事训练的人 的逃生手冊 就很清楚 很清楚的 冥士 告诉你 你不肯定的东西 你千万不要吃 因为你现在在逃生 正在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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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乱吃东西 你吃到自己 胃痛 肚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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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拿一粒来试一下,哇,有,有香甜的,跟你平时吃的那些,他一定吃过这类的东西的嘛,就是这类的水果的嘛,普通蓝莓,吃了之后,觉得好,就吃了,我觉得这个故事,为何这个可信程度,很可能的,到你这个情况,好了,你现在看到,他的报导说了,他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国家医药图书馆, 有个叫MATLINEPLUS,那我以前读书的时候,都要去找这些资料的,那他呢,就对蓝莓那个改善夜市能力的,声称评估是D的,D级而已,那D级就是比较很低啦,那就是说他那个科学那个证据不是那么高啦,那就是说呢,有可信的科学证据呢,是反对这种用途,那那什么叫有可信的科学证据呢? 我始终我整天都很想知道,你说他没有科学根据,他可以做到啦,那你有没有科学根据是证据他是不可以做到呢? 我都想知道有没有人做过这样的研究呢?找一班人,视力差点的,不是那么好的,有夜市差的,那叫他吃一下,吃一下辣妹,或者另外一组人,就是吃一些其他的东西,其实也挺难的,因为很多食物都有这种成分的,就算Bilberry, Blackcurrant, 其实很多い伤痴的都有,其实挺有美的 我小时也不是有钱,据我小时候如果视力不好, 医生叫我们不是爱吃那这么贵的南妹食红萝卜的,śackra 男妹那么贵 sau Meredith是爱吃的,你知道可知,可惜是我当年代,是什么情况 是在照片上就会见过 那时候也不是那么普遍 中国人当时的家庭里面 这不是一个我们经常吃的食物 水果、水果、其他很多的 辣妹是比较少的 我亦都可能辣妹之所以被多人用 因为它贵 所以一般来说 都不会当是一种普通的饭后果 一种香口好吃的东西 可能很多人吃都因为觉得 它是有对视的有帮助的 我相信其中一个 蓝莓产品 不论它是水果形式 果汁形式 或者丸状的Capsule 其实我相信其中的原因 大家都相信它有这个效果 也很多人吃了之后 他真的经验过眼睛 好像比较好些 很少继续用 如果有这些产品 市面上有这么多的 食物又不是便宜的 如果那些人去买之后没有效的 那会不会作用呢 那会很快的 就是很快的 你那只眼视力不是那么好 你只吃了一轮之后 觉得它完全没什么帮助 那他就不吃了 你看回它的产品 一路这样推出来 就是好像不是很多人的经验 是那么差 应该有些人认为 都是帮得到它 那当然了 其他方面的 比如预防心脏病 减少癌症的机会 这个是很难知道的 因为心脏病的问题 你一发一半就死了 就是你很难知道 你吃了之后 心脏病是否感觉好些 或者你会否休息顺些 但这种视力是很清晰的 就是视力差一点 你会觉得 你好一点也会觉得 这个是很容易可以判断到 到底是对不对的 好了 其实我顺便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所谓科学的证据 那麦拉 麦拉多 大家看名字都知道 就是医学那些图书 医学图书所说的 主要是那些都是说药物 那我相信真的 它不会有很多很多 很大型的科学的数据 或者研究 是会证实到这些东西的 那其实这个原因 其实很简单的 因为做任何这些 所谓有科学的 所谓双重万丈 或者double blind study 这类的研究 其实它的费用很厉害 就是起码都要成5000万美元 去做 所以如果你是做 南会执行的公司 或者你是种 南会的農業 那个大企业也好 你会不会花那么多钱 去证实一件事 而证实之后 你是不能有专利 你不可以说我要申请蓝莓专利, 我才能卖,我才能用,其他人不能用。 这些说法,我可以说是适用于所有自然的产品, 你都会发现同一个结论,都是D级的评估, 因为真的不会有人花那么多的钱, 去证实一种天然的产品, 是没有专利的可能性的产品, 是用这么多钱投资去证实它有效, 就是这方面的层面。 所以这个例子, 所有其他的自然疗化所用的工具, 其实全部都会用的, 你只不过改个名字就可以了, 你都可以用回D级的评估, 所以大家要了解到, 能够做到这些所谓双重盲障的实现, 其实只是药厂,那些西药,那些化学药才可以做的, 但不是很多西药都做到的, 我上次还没有提及, 今次的流感, 那么多小朋友死亡, 其实那个问题, 当然不是流感弄死他, 最近的报告已经讲出来, 其中最小的两岁的儿子, 根本都不是流感, 那他死在什么地方呢? 我都将上演一下, 我手上有一些资料, 医生不会告诉你这个行物里面讲, 他说根本上演, 已经, 美国的药物, 食物药物管理局, 已经收回了市面上二百多种, 给一些沈蚊仔用普通的伤风感冒药, 比如收鼻水药, 抗敏感药, 这类的药物, 那二百多种, 那些人会说, 搞错啊, 这些药, 如果这么危险的药, 怎么会在市面上出现呢? 其实最后他发现, 根本大部分这些药物, 从来没有在沈蚊仔那里做过任何实验, 那司法者委员会应该不是不知道的, 是吧? 为什么提都不提呢? 在外国医学雜誌, 已经说出来的。 据我所知, 通常那种药, 他前身, 就是给小孩子吃的药, 前身有一种, 已经是给成人有效的, 是的, 因为想扩展这个市场, 因为小孩子还很好做, 用下去了, 做下去了, 那份量是小一点的, 他推断是这样的, 但其实没有证实是有的, 所以为什么今次, 就是上年收了二百多十多元? 各方一样, 但是那份量会小一点, 就好像什么, 譬如这种什么双丰素, 现在就是儿童的什么双丰素这样, 通常就是这样, 是的, 那他们的逻辑就是这样, 我们大人那里做过研究, 那10元仔, 有他体重就照相应减低, 但是大人不是, 原来生分仔的身理功能和反应, 和大人会不同, 对大人表面可能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东西, 但对生分仔可以致命, 其实我想给大家知道, 其实很多这样的药物, 其实很多时候用在我们人身上, 其实都没有真正科学证实它是安全的, 和真正有效的, 所以这个游戏呢, 是一直都在玩中的, 全世界都在玩中的, 那我们在玩中的科学游戏, 或者英文叫Scientism, 不是Scientific, 而是Scientism, 就是懒科学呢, 其实根本就是, 完全跟真相是无关的, 那其实世界上有多少是真真正正, 是做过这些这样的, 双重盲脏的, 所谓的科学根据, 就是科学根据, 在他们现在所说的要求, 是一种双重盲脏的, 不是就这样说, 我一百个人吃了, 九十个人都说的好, 那对他来说是不科学的, 不科学的, 因为你要有对照做的, 你要说得明白, 同时有相应的人, 是尋量做一些吃假药的, 但是有时候, 有多少事情会这样做呢? 没有的, 没有这样做, 不是代表他假, 只不过他没有这样做, 所以很多时候, 我遇到这些这样的报道, 我觉得是很简单的, 消费会说没有科学证据可以保护眼, 那我问消费会, 有没有科学证据证据是不可以保护眼呢? 那其实一样没有的, 对不对? 好了, 那大家再看看这些报道, 大家可以一一一, 好了, 其中有一样东西, 他就说, 就是他为什么那些中风, 薄血药的人, 因为其实是有科学证据, 它是有一种薄血的作用, 那就是可以这样说, 如果有常识的人, 有common sense的人一看到, 那其实呢, 如果你要吃降血压药, 和那个蓝莓, 那起码蓝莓一定比薄血药, 就是那些降血压的药, 起码不会令到你性无能, 那其实那个蓝莓是发现, 在有老鼠的实验, 发现是他对老人家很多的问题, 比如重环问题, 是有改善的, 就是你可以说, 你可以不用吃这些这样的, 那些降阳药, 那些这样的药, 你吃蓝莓都已经有帮助, OK, 好了, 那他就说, 有很多消费者去投诉, 我不知道他没有讲清楚, 永远很多时候, 他都不讲清楚, 他投诉的原因在哪里, 如果他是投诉, 已经搜两月收到六中, 有关的产品的功效的查询, 不是,sorry, 他没有说投诉, 是查询的, 我知道为什么, 我也奇怪, 他投诉什么呢, 那他就问一下, 消费者想着消费者, 然后知道消费者所需要的东西, 一般人的心目中是这样的, 那看到这件事, 就去打电话问一下他, 那也很可能, 有些人是特意去报料的, 是吧, 那你知道了, 香港的有所谓一种叫做, 不良医药广告条例, 那其实我们说真的来说, 就是那个是禁止医疗资讯的条例来的, 真正的面目, 那很多人其实是趁这个机会, 就是叫消费者去盖他们的档, 这些是这样的查询, 那些香港人这么有趣的, 那查询就是想上网去查询, 是吧, 拜过消费者去查询, 是吧, 即是如果中回他那篇文章, 如果要查询, 都不是找消费者委员, 应该去找医生, 找药剂师, 那些主要人员, 是的, 奇怪, 也会找消费者委员去查询, 就是刚才这篇文章, 你讲的, 应该这些东西, 要找医生, 是吧, 他自己也讲的, 找营养师, 总之有学位穿着白袍那些,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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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如果这些, 他都找错人, 不应该找消费者委员, 应该找医生, 找营养师那些去查询, 我现在发觉, 你这篇报道, 自己打自己嘴巴, 是的, 他都有叫的, 很有趣的, 他说, 由于藍莓, 也可能减低血压, 或者血糖, 辅服用血压药, 或者糖尿病人, 应该咨询医生的意见, 他也说了一件事, 健康产品, 或者营养補充剂, 不是正统的药物, 听着啊, 不是正统的药物, 但选购前, 亦都应该, 询问社区药剂师的意见,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 我明镜的矛盾在哪里, 它不是一个正统的药物, 但是要找个药剂师, 这根本不是药物来的, 那为什么会问药剂师, 是的, 他未必会认识的, 很明显他不会认识的, 整个消费者委员都写出这样的报道出来, 那区区一个社区的药剂师, 对这方面的认识会有多少呢, 当然, 我也认识香港有一个药剂师, 开很多健康店的, 当然, 他不是一般那些, 他是比较特别的另类的药剂师, 那你可以看到, 真是, 哎, 即是不一次又一次, 这些这样的报道来出现, 那, 那, 他其实呢, 他说, 理论上, 他说, 因为那个, 藍莓酱里面含有花青素, 有抗氧化和消炎的效果, 他自己承认, 那理论上, 是可以促进, 眼部那些, 突小微思血管血液循环, 其实这个不是理论的了, 我稍后会告诉你, 这个医疗, 这个资料, 是哪一篇医学文献做了出来的, 即是他不应该只是说理论的, 即是我觉得, 你这么大的机构, 用我们纳税人这么多钱, 即是你都去查一下, 不要只是查MAT line, 是吧, 即是, 我觉得, 我不介意, 他们请多个人, 是好地, 在那个网上去查这些资料, 那, 因为我给那个资料, 我自己在网上跟进一下, 看回我以前那些健康杂志, 其实我已经查到很多, 是医学文献在这方面的, 研究的报导来的, 就不是只是一个理论那么简单的, OK, 好了, 那我们呢, 就为了先休息, 几分钟呢, 我们跟着就会再看一下, 就是到底现时的医学文献里面, 在这方面的证据是有多少呢? OK, 几分钟之后再继续。 哎呀, 你轮转你, 风湿骨痛, 好辛苦啊! 奶奶, 我刚刚买了一个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啦! 哇, 这么好呢? 那就买多个分享给儿婆啦!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六创二健康店买到, 电话288248400, 网址是3w.h-e-a-l-t-h-s-h-o-p-dot-com-dot-h-k 好了, 那我们又继续回来, 再继续讨论一下, 到底南梅这个食物呢? 到底背后有没有科学根据呢? 其实呢, 我看了这个报道之后, 我都觉得很好奇, 很奇怪, 每个人都知道的东西, 这么简单的东西, 为什么会有这么质疑呢? 但始终现在讲科学, 我就马上上网, 搜索我以前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科学上, 其实这些报告是怎样报告, 怎样说法呢? 其中一个说法呢? 其实他讲的, 南梅一种, Bilberry, 比较多些, 可以说是欧洲的南梅, 它有一个主要的成分, 就是那个类黄酮, 叫flavonoid, 有一个成分叫anphocyanocytes, 可能花青素的翻译, 应该是这样的, 它是一种抗氧化剂, 在我们的视网上摸眼, 是一种抗氧化剂来的, 很多这些, 外面这些粤疾, 就是Bilberry这种产品, 通常在现时的健康产品里面, 它通常有一个标准, 应该含有25%的花青素, 应该是这样翻译的, 好了, 其实他有一些研究, 他就发现, 原来这个Bilberry, 确实是可以改善我们的视力, 这个是1979年, 有一个Manova of Pharmology, 在一个欧洲的医学文献里面, 1979年, 是21, 83到285页, 其中另外一个就是, Annual of Pharmology Clinical Ocular, 这个是1966年, 其实这个研究其实都很久了, 1966年, 可能是92期, 第595年到607年, 另外一个文献就发现, 它可以保护白内障, 就是减低白内障的机会, 这个也是Annual of Pharmology Clinical Ocular, 这是1969年的报道, 另外他发现, 原来Bilberry是可以增强我们的微细血管, 血液的循环, 所以他昨天说要害怕中风, 其实是很有趣的, 你用薄血药, 你吃薄血药的目的, 就是希望增强血液循环, 让它不会出现一种堵塞性的中风, 中风有两类, 一类就是血不到, 要堵塞性的中风, 很多人遇到这个情况之后, 吃很多薄血药, 最简单就是吃亚时不灵, 其目的是改善微细血管的循环, 但我们知道, 这两类的中风, 堵塞性的中风, 危险度是远低过流血性的中风, 很多人初初中风突然觉得 人呆呆地, 思想好像混淆了一段时间, 很多老人家会有的, 这叫transient extreme attack, 短暂性的血液不流畅, 开始吃这些薄血药, 但大家知道, 一吃薄血药, 它就有机会血管, 薄了血液容易流血, 下一次出现, 就是流血性的中风, 于是很多人就产死亡, 其实以色列总理, 他昏迷, 我不知道他现在还在这里, 他也是用这个问题, 沙拉禄, 他也是这样, 很多人都是这样, 初初有些中风, 初初是堵塞性的中风, 吃薄血药, 一吃薄血药, 就变成流血性的中风, 那就大获了, 我相信, 这些薄血药的后遗症是很明显的, 但已经看到了, 但有没有人因为吃这些辣妹, 令到他中风, 我真的听都没听过, 听都没听过, 医生, 即是中国那些, 本土肛木, 其实有多少样东西做过科学实验? 没有双重盲脏, 起码, 大部分没有, 即是你, 写了在那里, 几千年来, 接着你打开, 不会的, 那些经验来的, 某些食物有什么作用, 他不会特意做科学实验, 你信不信吧, 是不是? 不是信不信, 而是没有人不信的, 这是你的经验来的, 是的, 经验几百年几千年, 我想一般自然的食物, 很多人吃过都会说, 这些食物有什么效果, 包括你, 咱妹, 西方吃了, 会说是比较省点的, 那只眼睛, 血液好像比较顺一点, 其实这些没有说科学不科学, 这些也不可能说不科学, 这是经验谈来的, 事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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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来的经验, 其实是科学的, 所以临床的科学就是这样, 就算是代代相传口说, 那也是一种科学来的, 他的科学是什么说的, 你刚才说的, 很合习的双重门将, 他们太喜欢在实验室里面做, 把所有的数据都放在科学, 不做就不科学了, 是的, 在他们的立场就是这样, 他对我们一般人, 他们对科学的认识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某个层面的证据, 你一千人吃, 一万个人吃, 都发现有效的时候, 你不能够说他是不行的, 当然他没有做过双重门将, 但科学的验证, 不只是一种, 不只是双重门将, double cross over 这一类, 这个是很合习的, 这类呢, 为什么他那么强调这类呢, 因为药厂就会做这件事, 因为药厂可以拿专利, 他花了几千万, 做了之后, 他可以赚得回, 所以他玩这个游戏, 给你印象之中, 他拿了很多数据出来, 告诉别人这样做过这么多东西, 所以他们要专利了, 因为有专利, 因为有专利, 他要做, 因为他制造了一些化学物质, 因为物质从来未存在, 自然界没有, 那就是你有, 是你制造出来, 你专利给你, 但是天然界的, 就是维护我们生命健康, 这么多万年的成为, 当然, 就是不会做这件事, 因为做好之后, 你不会得益的, 你的药厂不会得益的, 你做那一公司不会得益的, 你花了几千万, 就给别人得益, 所以毕竟不会做的, 这根本是毕竟可以继续说下去的, 但是这个不是真正科学, 好了, 那刚才所说, 对那个微循环的研究, 这个不是全文, 这个是1980年的, 这个是意大利的医学文献, 一个Medical Gazette, 一个意大利的文献, 是1980年做了出来的, 另外呢, 是那个Minovacardial Angiology, 这个也是一个心脏科的, 这个是1978年做了的, 这些文献, 应该大家可以去查查看的, 那它发现, 它是可以, 可能会减低, 那个心脏的所谓, 那个发炎, 那个炎症的, 那它建议的用量, 就是每日, 就是480到600mg, 就用一些有标准性的, 就是这些Tablet, 很多东西在外国已经有标准的了, 那好了, 这方面, 就是, 昨天我看到, 四五个医学文献有说, 那另外一个, 就是, 我们整天都是, 有些人有些所谓叫做非蚊症, 那其实非蚊有很多, 就是很多因素的, 那其中的因素, 就是很明显, 我们那个, 就是, 我们视网膜, 开始有些退化了, 那我们的眼球里面, 那些, 那些液体, 那些结晶液体, 是有些杂质在那里, 那就是有些流血, 那这个呢, 那在外国,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中国人懂得用那个, 那些, 那就是这么多年历史的, 没有科学根据的, 哈哈, 他都可以这么说的, 其实他都可以这么说的, 没有科学根据的, 没有人做一些, 吃的, 真假, 真假, 假, 来试试, 那也没有科学根据啦, 是吧, 那就是香港很多人都照吃的, 是吧, 那所以就, 所有科学根据就是这样了, 好了, 那这一方面, 譬如我刚才说, 他有一个研究是, 发现, 这一种的, amphocyanogen, 就是这个, 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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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酮, 那, 那个,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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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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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那, 这个是真真正正的人做到的。 好了,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1998年, 是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September 12,1998年的。 他当时做的, 他说, 南无的Berrys, 就是多方面, 可能是帮助我们动物的疾病, 动物血管的疾病。 这个解释为什么有些人说, 他对那个心臓有帮助。 他说, 这些抗氧化这些物质, 在达妹, 或者啫梨子, 或者士多啤梨, 或者黑啤梨那里, 发现, 其实它们可以减低我们所谓的低浓度胆固醇的氧化。 因为我们经常说, 我们血管的问题, 就是因为这些低浓度胆固醇是氧化之后, 做出来的破坏血管。 这些氧化的过程, 会令到我们的心臓病出现。 这个研究提示到, 可能建议到, 这种物质, 在这些啤梨里里面,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纯汁, 是有健康上的效益。 它一连串的, 在实验室的研究, 它研究到, 黑加磷子的抗氧化活动能力是最高的。 而车梨子, 你所提的车梨子是排第二, 士多比利就比较最低。 他们已经说到, 这个是《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的记录里面。 这个是1998年, 也不是太久。 另外一个医学的文献, 就是说, 这些藍莓很可能是会扭转一些老化的迹象。 这个研究, 它说不用吃韦哥, 不用吃红酒。 如果你要感觉到年轻化, 你可以试一下藍莓。 这是讲老鼠的研究。 它给一些老的老鼠, 差不多一天吃一杯, 就是相对的份量。 发现他们的协调能力那方面, 和其他老鼠比较聪明了。 当时做这个研究的科学家, 他们都没有去跟进, 到底藍莓里面有什么成分呢? 可以减低我们脑部的老化现场。 他们慢慢去找。 但是, 他们即时来说, 大家都拨命吃了。 不用再等为什么。 就是看老鼠, 哇! 做得科学家都一百年多。 他马上就自己先吃了。 不用再科学, 再跟进了。 好了, 还有一个研究, 他发现老鼠吃菠菜, 和士多啤梨, 就是藍莓的成分。 他说, 他们的学习方面, 比吃其他标准的饮食的老鼠, 是学得更加好的。 我现在知道, 为何大力水手吃菠菜。 好了, 他疏心才看到, 可以了。 接着, 他就再放藍莓进去, 藍莓的抽水液, 不是说藍莓, 是Extract, 就是刚才我们消费者踩那些Extract, 是这样的。 他发现, 他说, 吃了这些藍莓的抽水液, 那些補充剂, 不单止他们学习, 是比其他老鼠更快。 连他的活动技能, 都改善了。 很明显, 我们神经线的沟通的能力, 就是需要在这方面, 帮助了神经圆, 神经脱触, 大家在沟通的那方面。 所以, 才能够改善他的所谓动作的行为, Motor Behaviour。 OK? 其实, 暂时我们都不知道, 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这样改善。 一个人老化了, 强路轮盡一点, 很容易跌倒。 其实, 我暂时都不知道有什么其他东西, 暂时未科学去证实有其他东西。 但是, 发现, 藍莓是可以的。 这个已经证实了。 好了, 他们用的老鼠是19个月大的。 19个月大的老鼠, 就是人的60岁到65岁。 OK? 他们就研究人员给他吃两个月, 吃这些藍莓。 再加了两个月, 他已经变成70岁差五岁了。 即是老鼠, 由60岁到65岁的人的伤, 即是那个equivalent, 去到70岁到75岁, 这样吃。 那快去吃藍莓那些老鼠, 在标准的老鼠测试方面, 譬如这样, 叫他在一个迷宫的水池里面, 叫他游, 一边游游游, 或者叫他在一些污足的水里面, 在水底找到一个平台, 一个platform。 这些可能是研究老鼠的那些, 一个棒, 或者是一个斜坡。 这个测试就是看他的协调能力。 好了, 那, 他说, 例如六个月大的老鼠, 站在这些能够转动的棒, 它能够站到大概平均16秒钟。 那一般老的老鼠, 通常是6秒钟就会掉下来。 但是那些老的老鼠, 如果你给它吃这些藍莓的那些营养補充剂之后, 它们就可以站到10秒钟。 就是, 年轻的老鼠, 14秒钟就平均掉下来。 那一般老的老鼠, 就6秒钟就掉下来。 但是吃了藍莓之后, 它们就可以平衡到10秒钟。 就是很明显。 那就是, 藍莓就没办法令到老的老鼠变回年轻的老鼠。 但是很肯定, 它们的技能方面是改善了很多。 OK? 那, 它发现, 它就跟着解剖了, 看看它的脑袋里面。 那发现, 这些这样的细胞, 老鼠里面的脑细胞里面, 如果吃那些藍莓, 它那个沟通那个, 就是传放那个, 那个讯息那个能力, 是改善了。 OK? 那, 现在它们就开始做多些研究了。 那, 到底在藍莓里面, 有什么其他的发酵物质, 可以做到这个的效果呢? 那, 也有很多科学家发现, 有其他的水果, 譬如, 有番茄红素, 这些, 都可以做到这方面的效果。 那, 我也都承认, 那, 那, 其实, 消费者, 这份报道, 唯一一个很正确的地方, 就是说, 不是藍莓才可以, 其实, 很多其他的营业财物都可以, 那, 这个我们是绝对同意的。 那, 这个研究是哪一处呢? 那, 大家就是说, 这个Journal of Neuroscience, 那, 这个是, 1999年, 是, September, 那个文献。 OK, 那, 其他的文献都挺多的, 另外一个, 比较新一些, 就是2003年的January, 这个Europe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那方面, 那, 就开始说, 其实, 它是, 就是, 大家知道, 食啤梨可以, 减低那个, 那个, 那个动物, 那个脂肪氧化, 那个问题的, 那, 这些这样的, 可以, 当然, 可以, 这种成分, 其中,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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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很主要的抗氧化剂, 是, 可以, 保护, 那个, 心臟血管问题, 和, 可能, 癌症都可以的, OK, 那么, 在这个研究里面, 它怎么做呢? 它将四十位, 六十岁的男人, 分成两组, 一组二十个人里面, 就, 每日, 就吃一百个gram, 一日, 就吃, 黑家伦子, 或者, Lingo Berries, 和 Bilberry, 就是这个, 那个鱼, 那个鱼鱼, 就是, 欧洲的蓝莓, 吃八个星期, 那, 而其他的人, 就是, 一般的正常的饮食, 就是, 没有这个东西吃, 那, 那, 他发现, 血里面的, 就是这个, 成分的物质, 在吃蓝莓的那些人, 那里, 是增加到, 增加了, 百分之三十二, 至到百分之五十一, 就是, 比较一些, 就是, 没有吃蓝莓的那些, 那, 还有, 八个星期之后, 吃蓝莓的那些人, 就, 就, 他的进食, 吃蓝莓的人, 他, 能够吃到, 这个物质的一天, 是差不多十二个mg, 而普通食物里面, 是只能够拿到五点八个mg, 那, 就是很明显, 就是, 吃蓝莓的人, 他, 吸收到这个成分, 这个成分, 是高一点的, OK, 那, 当然, 他说, 这些蓝莓, 不单止, 他有这个, 这个, 这个成分, 那, 他也有很多纤维, 维他命C, 还有很多, 那些, 那, 那, 他也同意, 不是所有的, 啤梨, 他的营养成分, 都是一样的, 那, 但是, 最好的, 最好的, 就是, 就是, 我所提示的这个成分, 保护我们, 老人家的这个物质, 他, 就发现, Cranberry, Lingoberry, Bewberry, 和黑加麟子, 这方面, 大家都是高的, OK, 那, 那, 最好吃的啤梨呢, 最好就是, 就是, 生吃, 水果都是这样, 就不要吃过多些雪藏的, 或者经过, 就是, 高温处理过, 那, 大家这方面, 大家都应该都知道的, 好了, 那, 可以再说一下, 其实, 这个研究其实都挺多的, 总之, 大家不要再以为, 这些, 就是, 完全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其实, 绝对不是的, 太多了, 我都不想再继续说下去了, 因为, 如果大家有, 真的有机会, 上网去查一下, 科学的证据是很高很高的, 好了, 好了, 我们回来再讨论一下, 就是, 科学科学, 那这个问题是, 其实, 反映到香港人这方面的问题如何? 整日, 每每每, 其实, 一说这些问题, 都是, 很多人, 我用科学来说, 哇, 科学, 你想想, 科学很厉害, 很神圣, 我们如果说, 这个世界, 有另外一个神, 就叫科学的了, 科学之神, 人家说科学, 就什么都对了, 一个宗教, 另一个宗教, 科学的宗教, 做一个科学宗教, 啊, 哈哈, 很贵的, 很容易入, 很贵的, 是, 其实, 每每, 西医, 都是用同一个手法, 是, 常常都说, 你的东西不够科学, 我的东西才是科学, 你要信我那套, 是, 才可以有得救 法学学学很熟悉 我所说的 每星期日都会有人跟你说 如果你去教堂的话 把词语改改就一样 上帝教过耶稣才有得救 其实科学本身是没问题的 我所说科学没问题 科学、文学或者哲学 其实都是一个我们去认知这个世界的工具 你不能将一个工具变成了你的神 但是会不会就是这个世界 其实很多人都说我们的教育非常成功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教育非常成功 每个人都信到这些东西十足 对某些 真的信到十足 你想想 其实我有一条好选择 这个消费会一出 你都买Bluberry这些都是贵的 这些厂就给它鸡毛鸭 都搞得了 不知道 这次下落那个 你明明是针对这批食品 卖不出的 应该便宜一点 他不买 他去找个老人院送一批去 你说没有科学 那就在那里做科学 他们老人也好 香港很多人院有四万多 就是教终缓 就是夺不终缓金 就丢了他在那里 那些人的营养也不方好 那些老人家 问题是这样的 他去做个实验 你怎么做呢 那就是给他吃 送给他吃 那时候我又吃 然后做几个礼拜 看他是不是聪明了 那还不是科学实验 好过用老鼠 不是 他说科学 永远都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只要世界上 他认为科学的东西 可以信心科学的东西 就是要用双盲实验 去做东西 才叫做科学 其他东西 也不叫做科学 你做不到 譬如我给老人喝这些 吃这些三百个 喝这些 你要另外一杯 要吃的是假的 你做不到的 你知道吗 就是科学药就可以做到 科学药你做些假药 没有人知道 但你怎样做些假药 不会给老人家 另一批老人家吃呢 他不懂的 就当给一瓶尼斑纳 就行不行 对了 真的要做这些东西 但是尼斑纳也有这个成分 哪里都有 有咖啡的成分 你要做一些东西 做假的糖水给他喝 你要这样去做 然后比较的两个 不喝的和喝的比较都可以 也不行 又不行 因为他经常说没有科学根据 其实我说的全部都是科学 医学杂志里面 就是很多人吃过好 那就不对 就是不行的 他这个不是科学的 不是正式的科学 总是要找一些人一起 有些假辣妹的 有个吃假辣妹 这个是真的 然后比较 所以我相信这些科学文献 我查得出来 他们查不到吗 很明显他都没有 他就看那个MAT-LINE 你看他的资料来源 就是这么简单 有个大学教授说 根据他听过 有研究人员 他搜不到英军 当时有些档案 又是说他成无纪录 就是这么多 然后看到MAT-LINE 查看MAT-LINE 说这个属于D级 D级就是有科学家 会反对他 但是我的问题 他有没有看到资料 都是證實他無效呢? 我剛才說我們教育真的非常成功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問了所有人 假若你有病 你第一件事做甚麼? 看醫生 吃藥 由最小的小朋友 幼稚園就開始了 你想想 如果他們 其實根本你有病 有很多種其他的選擇 你可以不吃藥 或者休息一下也可以 或者有些營養食物 例如水果 維他命C 都可以 又或者你喝多些水 都可以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但是我們的選擇 我們的教育太成功了 一開始就已經 將我們所有的選擇 全部撤除 自動自覺 直接好像是條件反射 我一問 我一問任何一個人 有病 吃藥 提醫生 所以你說他們 我們教育成功的地方 是製造一些很不懂思考 他不是不懂思考 他們想的 想的也沒有 這是條件反射 等於 你剛才說的 白老鼠 叫做Motor Learning Motor Learning Motor Learning 不是Learn Motor Learning 不是學習 Motor Learning 指你的自然反應 例如動動員 例如 郭靖靖靖的 跳水 難道他再想 跳一個後空翻 兩空翻 不是這樣 他一跳下去 自然的肌肉 就馬上做一個空翻 Motor Learning 是怎麼做的 就是不斷地做 同一個動作 很多馬刺 一聽到提示 他就馬上做 腦袋沒有動 全部都是肌肉的條件反射 所以 例如 我們學習了一些 例如 踩單車 游泳 例如 你失憶 你都懂得踩單車 才懂得游泳 不會因為失憶 而失憶 而沒有了這個技能 因為這是Motor Learning 如果我們再要根據科學 很多人想不到 如果我們經常說 我們的醫療這麼科學 我們的藥物這麼科學 但為什麼我們的醫療 是醫療都破產呢 最簡單的解釋 就是 你根本 你從來沒有令到 你的病人減少過 因為你從來沒有醫好過 但有些人說 沒有可能的 科學的醫療 沒理由會這樣 不行的 問題就是 要麼科學本身有時 你證實過都不行的 科學本身有時 第二就是根本 現代西方所用的醫療方法 大部分都是沒有經科學證實的 其實這個答案 就是 他們是1978年 Office of Technological Assessment 就是美國國會 有一個科技鑑定局 做過普查的 發現大部分 現時西方醫療所用的工具 百分之八十九十 根本是沒有科學證實過的 有些人說這個數據很舊 1978年 到1985年 美國的另外一個 Institute of Science 也都再同樣做一個分析 再看看到底 美國當時西醫所用的方法 有多少是有科學根據 發現百分之八十七 其實都是沒有科學根據的 所以其實科學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只要你要真正正認識 你口口聲聲說 藍莓產品是沒有科學證實 可以保護眼睛 那你有沒有科學證實 它是不可以保護眼睛呢 那這個才叫做真正的科學 那好吧 時間差不多了 那下個星期再和大家繼續 好 拜拜 拜拜